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挑起了多起贸易纠纷 这一次又把矛头指向了欧盟 指责欧盟向空客公司提供非法补贴 多个国家的农业和食品行业将可能受到波及 相关的情况我们来看CNBC记者带来的报道 对于一些欧洲企业来说 一个日益迫切的威胁便是美国可能加征的关税 而这一切的起源竟是航空业 近14年来 美国一直坚持认为 欧盟向空客公司提供非法补贴 导致像波音这样的美国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欧盟则反击称 美国通过国防采购和减税措施间接补贴波音 今年4月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发布了一份进口食品清单 声称 如果欧盟不停止对空客的补贴 那么美国可能会向从欧洲进口的奶酪 肉类和果酱等食品 征收报复性关税 美国一家主要进口商称 法国 意大利和希腊的公司面临的潜在风险最大 但其实整个美国食品行业都将受到波及 粉丝大利和牛奶油巨薇 优渣出口 京东凯寻 仍然等于买